接下來,讓我們來邀請我們未來,最愛台灣,最愛中華民國 讓我們來邀請中華民國總統浩瑟琳 韓國瑜肯脫性情 韓國瑜 韓國瑜 共産 韓國瑜 韓國瑜 謝謝,這感謝 我以為就好這邊傻傻的笑就好了 謝謝謝總監,謝主委 我們林總幹事,旺哥 謝謝我們曾副議長,謝謝我們交易部,吳部長 還有我們陳樹,我們金管會,陳主委,讓我嚇一跳 黃校長,還有我們,郭主委,對不起 實在是貴賓太多 還有我們,汪國瑜 還有我們曾,東洋,我們東洋學院團長 還有我們幾位,我們在座最棒的,我們台南市立法委員過選 不好意思,我沒有辦法一一稱呼 實在貴賓太多 謝謝我們各位台財政,各位我們台南鄉親師團 謝謝各位新聞經的好朋友 今天到台南,大家看看我的笑夠不夠燦爛 不容易喔 被黑了一年多,還能夠維持這麼燦爛的笑 從這個笑就可以看到,第一個 第一個,我們是心地善良 第二個,樂觀進取 第三,選情還不錯 大家都對不對 謝謝啦 大家都說台南的,齁,不要輸最多你就過關了 我們要逗病吧,愛贏 這個,台南贏全台灣都贏 台南贏的意義,對不對 是說,台南人,覺醒啊 搞這個 台南人終於知道 人民才是,真的國家的主人 是人民 政黨,不是國家的主人 人民才是主人 人民做主,才是真正的民主 所以台南民進開給肯定 大家都說哪一家的親損損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勇敢的鐵梁子 紅袖柱跳來 不信血 跳來 跳到最勝利的地去 其實這是一股浩然正氣 這是一股不服輸 這個精神啊 事實上,大家都知道 他70歲 身體也不是很好 但是這個精神的毅力 是讓我們感動的 這幾位我們立法委員提名的 如果都順利過關 那台南這個訊號的 非常強烈 全台灣都會嚇到 全世界都會嚇到 哇,台南變 其實 台南鄉親的這個人跳 如果天線打開來 就會思考 我比一個例子 給你聽看看 過去兩三百年來 清朝開始 日據時代的國民政府 高雄 從來不是台灣中心 清朝一定是台南 鹿港 萬華 大家都知道 一幅二路三萬港 再來日本時代 也是台北 民國 國民政府時代也是台北 高雄從來不是 但是過去一年 大家想看 全台灣的新聞重點 關注重點 高雄 全世界的華人 重點在哪裡 高雄 為什麼 我們光十二月份 剛過十二月份 我們就上百萬人 到了高雄 上百萬人 那光是這瘦米 怎麼超多 有什麼超多 霸函不是說有五十萬嗎 挺函也有三四十萬 加起來已經八九十萬 除非 霸函有灌水 在家外面的人 上百萬人 高雄 那一整年 一整年都高雄來多少 可能 上千萬 幾百萬 上千萬人 來來去 他們要來幹嘛 他們很多人過去 知道高雄 沒有來過高雄 我在街上在飯店 糟糕 碰到阿根廷 巴拉圭 巴西 有客 然後 夫妻帶著兒子 媳婦 巴拉圭人 然後 一家生個小孫子 我問你怎麼會來高雄 他說我們好奇 我們從巴拉圭 坐了三十個小時的飛機 來高雄看一看 他們來 就代表我們人進來 那東西賣出去就是豁出去 人不進來 誰也沒有辦法 你要怎麼衝光工業 高雄這個例子的高雄 如果這一次台南病館 病了 全世界都會嚇到 大家怎麼這次要病了 大家就會好奇 台南人的頭腦開始清醒 清醒什麼 我們不再被固定的政黨綁架 我們認為 優秀的政黨應該繼續 優秀的政治人物讓他連任 做不好的政黨 台南人 會長大下台 我覺得這才是 一個正確的民主態度 所以這次 要特別拜託台南鄉親 我們在座所有後援 為了好朋友 大家共聚一堂 為了我們六位立法委員 還有為了韓國瑜的選舉 大家一起動 我也知道 推銷選票非常辛苦 要拉票很累 各種謠言 我們上來以後 農民老農軍貼取消 然後要賣台 然後要叛國 然後喝酒報女人 然後黑道 然後殺人 還有說我在監獄坐牢 報個小 六個月的小嬰兒 都會說傳染疾病 給這個小嬰兒 沒有停耶 黑 我告訴你 我都不會說了 黑道菜蟲 這一年多 我都被黑到我這裡都不知道 怎麼有那麼多黑的資料 還有岳父家挖了38個洞 倒採殺死 也沒有 再來是廢棄屋 再挖 再挖 我就怕他挖出石油來 一直挖一直挖 到底你要挖什麼 所以 貴蘭大人鄉親 這個就是 我們感覺得很難過 一個沒有出席的執政黨 一個執政黨要靠著政績 讓人民感動 讓人民愛你 繼續投你票 這是一個很棒的執政黨 一個沒有出席的執政黨 執政拿不出成績單 然後 讓人民插水表 你看剛才那後面會他不敢接 你試試看 趕快拖第二線 人民害怕 對不對 在網路上講 連台大教授都被約談 農民也被約談 網路上不能放任何不立政府的訊息 也被約談 反聖惑法 反聖惑法一通過 隨時大家都有可能接觸到 連林淮民 雲門舞集的林淮民 五月天演唱會 連吳寶春做麵包的 巴素律師的 所有這些人 隨時 這個炸彈都會爆炸 為什麼呢 投票還有13天 12天 這個時候要通過 不是 我說通過的時候 你 你為什麼要通過 只有14天的時候就要投票 這麼敏感的 這麼重大法律案 你為什麼要過 你不能等新的立法委員來決定嗎 因為讓人民害怕 人民愛你 才會投票給你 人民怕你 不見得會投票給你 所以我就覺得民進黨 真的是沒有出席到極點 我說30年來 台南人是最愛民進黨 最愛就是台北 現在在上面貪污腐敗 拍戲分章 整個就亂搞一通 人民過得苦不開眼 我跟教育 還有飯店老闆蓋好了 裝修盒不敢開章 開章就會瞭解 整個觀光產業 一百多萬人 在台灣 真的是一類類 你在搞什麼 這個執政黨 你到底在搞什麼 農民漁民 東西賣出去 找不到固定通路 這兩天又是 以前是偷到 這兩天又是 又是去抗議 大蒜 蒜頭 這個怎麼搞的 所以我都覺得是說 一個沒有出席的政黨 又想要全力 選舉到了怎麼辦 只好去讓人民害怕 然後抹黑對手 然後控制媒體 揚網軍 全部都走邪門外道 為什麼不好好幫人民磨福利呢 讓老百姓快樂呢 真的 我實在覺得很惋惜 事實上我真的很希望 民進黨執政 過去三年半 你就好好做 讓人民都有幸福快樂 做得很有面子嘛 你台灣人 兩千三百萬人看到整個政府欣欣向榮 一片欣旺 我們是反對黨也為你祝福啊 我們有這個啞亮啊 你就做得這麼快 所以我覺得 這次 大家人頭腦比較清晰 我們必須要決心 我們不能被政黨 把我們綁架 讓我們永遠跳不出來 做好 你回去 做敗 你也回去 世界有這個道理嗎 我要成立特徵組 蔡英文從頭到尾不敢答應 為什麼不成立特徵組 特徵組是專門針對大官 官位越高 權力越大 影響力越大 犯罪 就要判得更重 特徵組專門針對立法委員以上啊 部長啊 院長啊 總統啊 從頭到尾他不敢要成立 所以很多事情 我覺得 這次 台南人要決心 不能這樣打迷無仗 讓我們民主 看不到清廉 讓我們的民主 看不到效率 讓我們民主 沒有辦法 讓人民過好日子 大家這次一定要清晰 所以我要拜託大家 選票一定要集中起來 大家都是37個區啊 最重要最重要的 這次選票一定要幫忙 全部去大爆炸 拉票很困難 很困難 但是民心 民心 在我們這裡 民心是變 民心在我們這裡 而且未來四年 如果民進黨繼續執政 大家可以去想 東南亞我們進不去 15個國家 我們進不去 我們關稅已經同盟了 發生了 兩岸之間 十年到 ECFA 如果停一下 這兩天 日本 韓國 中國 三個 三個領導者 準備成立 自由經濟貿易區 中國到日本 南韓 我們台灣又進不去 東北亞進不去 東南亞進不去 兩岸經貿合作架構再停 親愛的各位鄉親啊 我們變國際孤兒了 國際經濟的孤兒 太可怕了 所以這次的選舉 絕對不是 哪一個人 國瑜 蔡玉輝 林彥 不是我們個人 這一定是整個國家的 生死存亡 我們台灣人 這幾年過得 太不快樂 太不快樂 我們一定要扭轉 一定要扭轉 恢復到我們過去 那個快樂的時光 大家都朝起蓬勃 整個國家 欣欣向我 我們必須要找回到 那個精神 所以要拜託我們台南所有的 各位後援會的幹部 要特別拜託大家 這一仗 也是為自己 為自己的下一代 來打這場選戰 一定要把選票 保夥出去 我們這五席立委 對五加一 我們這六席立委 能夠 對 還有七位 還有我們 謝鵬姐 還有謝鵬姐 謝鵬天堂貴官 我們要我們 我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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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拜託大家 我們好好打一場 漂漂亮亮的勝戰 台南鄉親 全票大爆炸 轟動全台灣 轟動全世界 一大堆人又很好奇 來開始來台灣的觀光旅遊 好不好 好 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祝我們中華民國 國運昌隆 祝福大家 身體健康 國家平安 幸福你們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好多人 總統特選人 祝福各位 新年快樂 台灣安全 人民有錢